大家好,我是小曾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车型放弃了采购爱心的6AT 转而自己研发双离合 车企明知道大家对双离合有抵触 为什么还要放弃购买6AT 尤其是自带光环的爱心6AT呢 我们所了解的国产车企 比如长城,比亚迪,奇瑞,吉利 都在一博风的研发双离合 也只有长安在兼职使用AT的面子箱 难道采购价只有8000块钱的爱心6AT 真的不香吗 爱心6AT虽然好,但是不香 而且有毒 我们从以下几点来进行分析 首先第一个,容易被卡脖子 国产车的销量是越来越高了 已经不是合资车的天下了 国产车在10万以下的销量 已经占据了半米江山 出货量是非常大的 如果采购的6AT变速箱 变速箱的供应量跟不上销量 那就导致车辆产能受阻 影响销量 对车企是致命的打击 还记不记得当时刚刚上市的传奇GS8 得到了业界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但受制于爱心6AT的供货量跟不上 汽车的产量也上不去 同价位的合资车选择的余地又非常大 就导致后来GS8就变得凉凉了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想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自主研发生产变速箱是最稳妥的 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爱心6AT价格对于国产车来说 确实有点贵 国产车的主销车型都集中在15万以下 8000元采购成本对于国产车确实是有点高了 抛许汽车的研发生产销售成本利润呢 真的就很少了 而自主研发双零盒虽然说是它前期投入是比较大的 但销量一旦上去就可以平摊研发成本 提高整车的利润 第三个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同步研发 提升这个整车的匹配度 各个车企的发动机技术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有的擅长是低速的爆发力 有的是注重高速的这个油耗的经营性 而有的是注重平顺性 而你采购的变速箱的持比 它是确定的 硬件方面是不能修改的 只能经过后期的软件修改 匹配来适应自家的发动机 而自己研发双离合呢 可以和发动机同步研发 硬件方面呢 更适合自己发动机的技术特点 不止国产车企呢 存在以上的问题 大众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不想受制欲人 不想被卡脖子 只能立即歇静 但是凡是有自主研发能力的车企呢 都不想采购 这里呢 也不得不提这个现代的摩比斯 AT变速箱 它呢也属于一个后取之秀 平顺性和耐用性啊 是非常好的 它在现代和其他的车型呢 非常广泛的进行搭载和用用 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和多多的和优秀的车企呢 进行学习 先在这里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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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这